蹲过牢的朋友都知道 一个好的手铐外观可以不好看 但一定要牢固 这样才能更好的锁住双手 为了防止手铐突然被暴力撑开 工厂会使用冰冰凉的不锈钢作为原材料 再通过冲锋裁切出所需的零物件 分别是靠扣框架和右行锁扣 接着工人将它们整齐的码放到一起 然后转移到一旁的家具上 当启动机器 上方的切割齿轮便会对其边缘进行切割 制作出极轮的齿轮部分 过程中还会喷洒大量的冷却液来降低刀具的磨损 同时也能避免弓箭过热导致硬度丧失 这些齿轮是极轮的核心部分 它们会在手铐的操作中与其他不键互锁 接着工人将七根钢发置入到旋转的机器中 经过一系列的组合刀具对其进行切削 使其形成最终的椭圆形状 过程中也是需要喷洒入滑液来 确保弓箭的精确切割 这便是加工好的形状 首先工人将一小节锁链穿过上面的孔洞 再配合工具的辅助使其矫正 这样的设计并不是为了方便犯人背靠时 能够360度玩花肘 而是便于叔叔们在靠犯人时更加灵活 为了能锁住犯人 随后还需将锁链的结合处进行焊接 给手铐提供一个牢靠的手链 紧接着进入的是整体组装工具 工人利用辅助面板 依次将零件摆放上去 并通过连杆使活动部位相接 锁链置入上方的小凹槽 框架则敲进下方的靠靠基座 再将两个部位组合到一起 不够紧固就用锤子继续敲击 外加压力机的重力使用 直到两者被牢固的紧锁成一体 现在手铐的整体形状就出来了 不过面对评论区的一些大力士 还是会有被挣脱的风险 因此接下来还需进行热处理工具 让手铐在炙热的高温下 待上25分钟 提高刚才的硬度和耐磨性 为了防止犯人正脱 还需安装一个带有吉伦尺的弹簧杆 当手铐被锁定时 这些尺会与靠扣的吉伦相咬合 只有合适的钥匙才能打开 有些顽皮花的两口子 对外形有特殊的要求 因此组装好的手铐 还会放进振动箱 与石头一起摩擦 让所有粗糙的表面被抛光去除 最后对手铐进行拉力测试 合格的手铐必须达到500斤的拉力范围 只有质量符合预期的手铐 才能包装出货 视频结尾还想再落两句 银卓不问纯诺 坐牢不问岁数 铁链拿管没丑 服刑拿管胖瘦 只要做了坏事 中躲不过束缚 虽然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 还能享受专人服务 但带起来是真的个手 注意看 女人正修饰着一张人脸 突然人脸露出诡异的笑容 她不受控制将其拿起 下一秒 七巡老人瞬间变成妙龄少女 原来在40年前 女人上山发现一块 沉浮了很久的烂木头 她坚信这块木头 不是一般的木头 于是不顾丈夫的反对 将其带回家中 隔壁的王大也 更是嘲笑她 不顾正业 整天上山捡 这些无用的烂木头 然而谁也没曾想到 这些毫不起眼的烂木头 在经过一番加工后 却变成女人 嫌于翻身 发家致富的好门路 而我决定将这一门路 告知各位 老人先给木头 进行一番塑醒 把多余的木料去除 凿除一个人脸的初步行动 再利用产到一点点的 精细雕刻 以完善面具的细节部分 例如塑造出眼睛 鼻子 嘴巴等部位 这是赋予面具 栩栩如生的关键 丝毫的失误 都会导致整块木料暴废 因此环节中 非常讲究技巧和耐心 为了使面具 更加生动逼真 老人还会参考 人类真实的面部 表情和特征 给每个五官 构造出精确的线条 并沿着这些线条 雕刻出一比一的形状 甚至就连牙缝和眼珠 都能精准地雕塑出来 这种做事的态度 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 不过死时的面具 并不光滑 因此还需用沙子 对面部进行打磨 直到摸起来 发出光滑的触感 为了使面具 看起来更符合人脸的肌肤 它还会给脸部 涂抹一些白色涂层 而这道涂层 在经过了自然晒干后 就会变得更为惨白 甚至乍一看 还有些许身人 但老人的每个动作和步骤 都有其特定的原理和作用 只见它拿出了 不同颜色的植物色料 将它们按照特定的比例 混合搅拌到一起 然后再次涂抹到 面具的脸部上 原来前面的涂层 仅仅是作为一道底细 作用就是为了 让脸蛋更加平等 而经过这次的涂抹 面具外观 更加提合了人脸的肤色 同时按照 日本以前的黑牙习俗 发际线和牙齿 还会涂上相应的黑色 为面具增添一道神秘的色彩 虽然看起来有些诡异 但却承担了 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此外 它还给嘴唇涂上了 红色涂料 以涂出女性的美观度 提升面具的艺术价值 最后再给两鬓之处 刷上黑色 隐藏面具与人脸的贴合度 使之更好地瞒过众人眼睛 现在一个栩栩如生的 木雕面具 就制作完成了 谁能想到 原本一块平平无奇的烂木头 在经过老人的高超级以后 却赋予了它全新的面貌 如今在当店 90%的恐怖片面具 如何将坚硬的铝合金 锻造成汽车轮毂 这个铝棒看似不断被水流冲刷 但并非是清洁操作 而是在给胶筑好的再生铝 进行降弯处理 为了使其更变于后续锻造 首先需要将其切割成正确的规格 以确保每块铝皮的重量保持一致 通常情况下 汽车轮毂采用铝合金作为原材料 这不仅是它相对较轻 还因其具有出色的强度与耐腐蚀性 铝块会被加热到特定温度 在高温的作用下 金属被软化并产生可塑性 机械手再将其转移到粗端机上 通过施加压力 使铝块初步速成顶段 在高压下 金属密度也随着提高 接着转移到另一台细端机 在这里继续锻造 通过逐渐施加高压力 精确地塑造出设计好的轮毂外形 同时确保其均匀性和强度 然后机械臂再将轮毂转移到炫压设备 通过挤压使其逐渐延展 拉伸成所需的设计要求 为了减轻它的重量 还需对其侧面进行冲杂 将多余的金属材料去除 以便后续的洗床加工时更为便利 在经历的炫压过程后 铝的原子结构会发生变化 因此需要对轮毂进行加热 并迅速进入温水中冷却 以提高金属的整体强度和耐用性 这一步骤通常被称为碎火 接下来进入机加工车间 首先第一台机床 对其表面进行精确加工 车消掉轮毂外层的金属 确保其平整和尺寸准确度符合要求 在操作另一台束控机床 洗出螺栓的安装孔 以便轮毂能够轻松安装到汽车上 经过车洗 轮毂表面还会产生许多的毛刺 因此还需要模具不规则的表层 这一步骤在以前存的一定的风险 为了提高安全性 现在许多工厂都已经将手工打磨的环节 交给了自动化设备来完成 人工只参与精细的抛光环节 以减少粉尘的产生 到这里轮毂已经初步成型 粉末喷涂将粉末涂附在轮毂表面 再送入烤炉以高温烘烤 使粉末附着并融化 形成紧固的表面涂层 接着第二道喷嘴喷上清漆赋予它光泽 同样进入烤箱加热固化 以达到防腐耐磨的作用 这些轮毂会经过严格的人工检测 只有达到设计规格和质量标准 才算制造完成 最后将轮毂安装到汽车上 再使用小风炮将其固定 通过这一系列步骤 现在汽车轮毂就锻造好了 那么你觉得锻造的轮毂和铸造的有何区别呢 在工厂首先需要将白色橡胶和化学添加剂 再加入一定量的碳黑 将它们放到搅拌器中 与20多种原料进行充分搅拌 通过滚压就形成一张长长的橡胶片 为了方便后续的储存和查找 这个滚轮会给其压印上编号和日期 这样轮胎最外层的胎面胶就做好了 为了变于识别 滚轮会再次压印上规格型号 同时涂抹期限给轮胎赋予装饰 另一边是斜胶层的加工 后叫给工人检测轮胎外观 合格的轮胎表面不能有丝毫的缺陷 现在轿轮胎就制造完成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灵灵猫制造解密 咱们下期再见 这种东西你吃过吗 工人将炸至金黄的牛角 从油锅中捞起 趁其还热乎迅速放到机器压制 但就是这种闻起来一股脚蛋白胶出味的东西 它这样生产是被允许的 因为它并不是哪家料理店的美味 实际上它是一种独特的手工衣品 通过机器的压制 再稍微进行一番打磨 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再放回机器继续压制 很快它就变成了最终的模样 一个可以传承三代的牛角勺子 而另一边一大堆牛角也刚刚到货 它们全部来自尼日利亚的工牛角 那类的角牛因其牛角坚硬没有裂痕而闻名 工匠首先需要将牛角的末端去除 牛角的材质和人类的指甲发丝相同 都是由脚蛋白斗成的 因此需要利用带具才能完成这道工序 直到把牛角修理成喇叭的形状 接着给手柄的部位进行加热 使脚蛋白斗成的牛角产生可塑性 作用是将其掰成手柄的形状 为了不变形 工匠再将牛角杯放到台前中固定 确保其在冷却之前 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一旦冷却 不管怎么使用 牛角杯都将永远会是这个形状 但现在的杯子还不能装水 因此还需给它粘上个底座 工匠先往杯中倒入树枝胶 等其固化后 树枝就会与木板牢牢粘合 起到防止杯中汁水侧漏的作用 随后使用带具将杯子分开 再去除多出来的边料 只留下带具不能修理的部位 这些边角需要通过沙盘打磨 才能在不损坏牛角的情况下进行修整 一直修到木板和杯子的外壁平起 现在一个牛角杯就出局出行了 它们无需任何的上气 只要给杯子进行打磨和抛光 使它们散发出温润如玉般的光泽 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牛角杯 就制作好了 那么你觉得它的耐用性如何呢 眼前是巨型弹簧的制造过程 成型机上的新头对钢棒进行转动 一个弹簧的基本形状就出来了 制造巨型弹簧的详细步骤 使于原材料的选择 工厂通常采用核心钢作为材料 这种高碳的钢材决定了弹簧的性能 首先工人需要对钢材进行预热处理 其作用是消除内部硬力 提高钢的可塑性 为下一步的成型做好准备 成型机是一台有着实心钢轴的车床 操作员将加热后的钢材 固定到新轴的一端 当启动机器 钢材就会逐渐被拧成螺旋的形状 它的尺寸取决于弹簧的用途 接着工人利用风格设备 对弹簧的两端进行切割 在高温的作用下 很快两端就变得平整如一 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弹簧的稳定性 还能确保骑在受力时 能够均匀分布在核 从而提高弹簧的寿命和耐久性 随后来到一台旋转的研磨机里 机器同时对多个弹簧的末端进行研磨 把风格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毛丝取除 使其达到预期的光滑度 紧接着将弹簧放入热炉重新加热 主要是为了做热处理和微调 首先工人使用特制了钳子 矫正弹簧的间隙 通过杠杆原理使其达到预期的效果 以确保每个弹簧都能够符合 严格的质量标准 接着趁起还热火迅速置入到油中冷却 稳度的骤然变化 使刚才的晶体结构得以重新排列 这样弹簧将会获得更高的硬度与强度 此步骤称为脆火 虽然脆火后刚才在强度和耐磨性方面表现出色 但也容易发生变形或者断裂 所以为了避免其过于脆弱 还需进行回火来实现硬度和韧性的平衡 因此弹簧再次加热到450摄氏度 然后再自然冷却 通过两者的组合处理 弹簧达到了最佳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不过现在的弹簧表面 都是热处理时留下的演化物 所以工人将其送入机器进行喷完处理 里面会有无数的金属颗粒 高速冲击弹簧的表面 让所有锈时的杂质都被清理干净 出来后的弹簧恍如焕发了第二春 接着工人对制造好的弹簧进行外观检查 确保其没有明显的缺陷 变形或者损伤等问题 以及弹簧的直径 长度 陷阱和圈术 这些都要确保其在允许的公差范围内 检测的环节很多 但弹簧力和硬度的测试尤其重要 设备通常通过施加一定的力量 测量弹簧的变形量 只有符合标准的弹簧才算合格 最后给测试完成了弹簧淋上润滑油 现在这些弹簧就可以去完成它的重任了 工人小心翼翼地将一根铜管放入融化锣 在高温的作用下 很快铜管被融化成了一锅液体 其中还会按照特定的比例 加入多种的物质元素 这是因为纯铜的硬度不够 所以需要制备合金铜才能符合工业条件 这过程和炼钢类似 接着原材料通过模具挤出 使金属合金逐渐形成所需的形状 同时也能提高材料的密实性与强度 不过现在的铜柱还不适合加工 工厂还需将其分割成符合要求的规格 从切口的颜色不难分辨出 用这种金属制造轴成 强度方面肯定没得说 把切割好的合金铜柱推入电炉 很快金属就被加热到通红 其目的是使金属达到预期的温度 从而增加其可塑性 方便进行下一步的挤压工具 挤压设备通常由一个锥形模具组成 内部有一个圆形的孔 通过压力将高温的金属挤压穿过孔洞 改变其截面形状和尺寸 形成一条高密度的无缝铜管 这条铜管的外景和壁号 是根据模具的设计来确定的 接着把两端不规则的管口切除 指楼下中间没有缺陷的管身 然后通过输送来到另一台切割机 成为轴承的主体 根据润滑轴承的设计要求 工人会操作机床给披身洗出多个小孔 为轴承的润滑和工作提供通道 便于塞入这些石墨颗粒 石墨颗粒在摩擦过程中 会逐渐释放出润滑剂 形成均匀的润滑膜 能够减少金属表面的直接接触 从而提高轴承的工作效率和性能 这是自润滑轴承制造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为了提高它的旋转精度和稳定性 工厂会操作车床对轴承的内外不切削 使镶进了石墨颗粒的内表面变得光滑平整 随后把加工好的轴承放进一个真空的反应符 通过控制温度和压力 使润滑油渗透到导套材料的每一个微孔中 从而实现免维护 无需加油 达到自润滑的效果 与常见的滚珠轴承不一样 自润滑轴承在高负荷和低速运行的条件下 能够满足对耐久性和稳定性的更高需求 运行的时候声音和震动也更小些 最后对制造好的轴承进行多项检测 确保其质量和性能达到预期标准 现在合格的自润滑轴承 就可以进入包装和胶腹接烂了 那么你有用过这样的轴承吗 能拴住海上巨无霸的锚链 是怎么制造的 一台压弯机对钢柱进行压闸 一个60公斤的链扣就基本成型了 制造它的详细步骤 始于原材料的选择 青岛的这间工厂采用镇静钢作为原材料 这种钢材并不是说它很正经 而是指其含氧量极低 极高强度 高硬度和高热性于一身的钢材 也只有这种金属制造出来的锚链 才能拴住10万吨级的海上巨无霸 首先需要把小腿粗细的镇静钢 切割成统一的规格 再送入电炉做预热处理 上千度的高温使其产生可塑性 为下一步的锻道做准备 预热好的钢柱会被放入巨大的锻道机内 然后上面的锻锤以每次千吨的重力 不断对钢坯进行反复的断打 这不仅可以改变其形状 还能消除金属的内部疏松 从而改变其机械性能 以提高金属的强度与硬度 待其形状符合规格后 接着转移到另一边开始磨断 五吨重的机锤对其迅速断压 金属瞬间产生素性变形 成为一个半圆的形状 半圆会在收集框里缓慢冷却 而一旁的洗床正在不断地啃咬着金属 制造出横档的损线结构 接着将两个半圆组装到一起 中间的位置再装上横档 这样一个完整的肯特泄扣 就制造出来了 是的 现在看到的还不是锚链的制造 它只是用来连接锚链的泄扣 由于属于工厂机密 所以有些步骤不能展示 接下来进入的 才是最为精彩的正片环节 只见一根烧至通红的镇静缸 被推进压弯机 上面的滚轮再对其一吨施加巨大压力 迫使金属绕着轴心弯折 而压弯的幅度 刚好是整根金属的二分之一 工人在将前面做好的锚链与其相接 扣入到相应的位置 并把另一端金属也压弯到位 使彼此之间紧锁到一起 这个步骤看似简单 但操作起来却非常复杂 因为每压弯好一个扣子 就要转移到旁边焊接 分别由设备两端的推并为其提供电击 而产生了高温 使得中间的缝隙可以牢牢柔和 然后趁其还是热乎的状态下 紧忙对接缝处进行刮销处理 将焊剑石产生的焊扎去除 为了提高每一节卡后的强度 随后焊接好了锚链 会来到一台能够左右推进的机器中 工人先是加起一节钢棒 并放到链环的中间部位 然后启动机器使两端向内施压 迫使钢棒被牢牢紧过 这样就可以均匀地分布链环的负荷 减轻连接点的受力 从而增加了锚链的整体强度 这些步骤虽然麻烦了一点 但通过重复这样的操作 锚链就能无限延长 直到获得所需的长度 不过此时的锚链还达不到使用需求 经过一系列的加热 金属会存在内部硬力 因此需要通过热处理去除 以提高锚链的强度和耐久性 接着再对其表面进行抛完处理 通过喷射金属颗粒去除残留的锈剂 最后要做的是测试成品的强度 合格的锚链必须达到预期的抗大强度 每一个链环的重量就60公斤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据说用作航母的稳固锚链 长度约为1500米 很多国家连这个锚链都制造不出来 而我国却提供了全世界80%的锚链 不得不感叹中国不愧是工业强国 那些被你喝完的饮料罐 究竟去哪里了 有没有想过在某一天 他们可能会重新回到你的手中 眼前的废罐子来自城市的各个角落 他们提前被压缩成紧凑的块状 然后运输到工厂 首先将其送入自动化的破碎机中分解 以便于接下来的筛选处理 这会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 第一道工具进入的是磁性分离设备 上方的强磁负责 将带有磁性的废铁吸附并去除 其次进入锋利分解机 机器使用气流将较轻的异物去除 包括那些你平时塞进去的烟头 再借助光学分解设备 去掉任何残留的杂质 而干净的铝罐子会落入下方冷气 不过此时的罐子还带着油漆涂层 为了净化金属提高再循环的质量 在高温的作用下 一拉罐逐渐融化成液态铝 这里看似平坦的场面 其实地下暗藏玄机 下方是一个深度为5米的大型模具 铝水会顺着岛槽注入其中 同时为了加快逐渐的成型速度 环节中会喷洒大量的水来冷却 随后再进行脱膜 上方的吊壁负责将其拉出地面 至此一块重达10吨的铝板 便呈现于眼前 它的纯度高达99.7% 然而想要将其重新加工成一拉罐 并不容易 这些金属铝会被送往一拉罐加工厂 首先来到的是热闸环节 先把金属加热至540度 使其软化并产生可塑性 然后经过一系列滚轮的挤压 逐渐降低其厚度的同时 延展其长度与宽度 使铝板变得更薄更长 接着继续送往冷压工具 这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金属不断被拉伸 延展和压制直到变成所需的规格 然后再卷制成卷材以待备用 据说就这么一卷 便能生产出75万瓶肥仔快乐水 那么一起看看 它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首先铝卷被缓缓拉开 并通过冲压机的快速压制 形成罐体的初始形状 为了使它的形状更符合特定需求 还需输送到另一台机器 进行拉伸工艺 使里被延展成一拉罐的最终高度 随后铝罐大军排着列队 被送进清洗工具 除去表面的油污和污垢 以满足特定的应用需求 不过此时的铝罐是没有盖子的 因此机器对另一件铝材继续压制 以肉眼南边的速度施压 瞬间生产出无数的盖子 就这速度和工业 不知代替了多少工人 而且精确度更加标准 现在还有一个小细节没有展示出来 那就是一拉罐没有拉环可不行 随着这块金属片被快速拉开 另一边的机器更像是打了鸡血作为动力 这速度真是不可思议 就像是一架机枪不停的扫射 瞬间就冲压出了无数的拉环 同时还将拉环与盖子压制成了一体 到这里一拉罐就算是制造完毕了 它们会被交付给各大饮品厂 并在注入了饮料后才会进行封盖 如此往复 这就是废旧一拉罐的循环再生工艺 每个环节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完美体现 展示了资源再生利用的高效性 以及环保的重要性 这些看起来很像牛肉的肉 其实不是肉 好家伙 这要是混到火锅店里 估计都能一假烂真 71岁的大爷从18岁开始做假菜 由于做得过于真实 曾一顿令不少人感到恐慌 看了这个视频后才发现 原来这是给食品店或电影剧组制造的食物模型 大爷的双手仿佛拥有魔法一般 只见他往水池中倒入不同颜色的蜡 每种颜色对应着相应的细节 用手这么一巴拉 一片栩栩如生的菜叶 便呈现一眼前 随后再小心翼翼地将菜叶揉捏成团 并将另一片菜叶包裹其中 现在一颗一甲烂真的包菜就此诞生 甚至就算将其切开 也和真的包菜一般无二 为了制作出完整的一道菜 大爷还会对切好的菜叶进行摆盘 再将其他的假菜切丁 然后在水中做出白与黄的鸡蛋模型 并将菜丁撒到上方 稍微这么揉捏一下 一道清脆欲滴的生菜就此制作完毕 然而制作假青菜并不能完全展示大爷真正的实力 他继续往水中倒入黄色的蜡 这些蜡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和可塑性 大爷可以凭借需求调整出不同的形状 它不断地浇水以模拟出食品的纹理细节 再通过捏蜡 扁 压等手工技巧 使其逐渐呈现出玉子烧的形状和纹理 这需要相当熟练的手艺和耐心 看似简单的动作 却处处体现出大爷对作假实物的深刻理解 当模型达到满意的状态后 大爷再对其进行切割和摆盘 以展示食品的精致和艺术价值 不过最让大爷引以为豪的还得是他做的牛肉片 说是一甲乱针也不为过 他先是给红色的蜡撒上一些白色蜡丁 再用手轻轻揉捏 使材料均匀分布 同时压出里面残留的空气 并且还会在外部裹上两层白色蜡片 以模拟出肉片的真实脂肪 曾经他就叫上三五好友到家中做过试验 结果谁都没能认出来 愣是差点将一盘模型涮完 显然他对作假肉片的理解 至少也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像眼前的这些食物也都是假的 所使用的材料除了蜡 还有数值和硅胶等 这取决于模型的应用场合 像制作挂面就需要大部分的数值 不仅是为了模拟面的汤汁 同时也是为了使模型固定 形成完整的一体 对其表面加热 也是为了模拟食品的湿润质感 突出食物的避震性和吸引力 使其看起来更加真实 市面上大部分的食物模型 大来都有涉足 看似简单的操作 其实蕴藏了很多的奥妙 不同的叠加方式 做出的形状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都是长期苦练获得的手艺 那么问题来了 你被这些巧夺天工的食品模型 惊艳到了吗 这是比做牛还累的苦力活 年轻人在这里都待不上三天 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在做 而且下半后几乎是全身散架 这绝对不是在夸大其词 他们生产的并非普通的笔管 而是用在大型重工场合的卸扣 一个就重达60斤 最大能拖拉和牵引起180斤的重量 而赋予他们如此能力的关键 离不开眼前大腿粗心的镇静钢 这种钢材就有较高的强度和耐久性 可以降低弓箭的拉拔催性 首先需要将其切成合适的长度 并通过热炉升温到1200摄氏度 让金属软化以便断奏 接着加热的钢坯被放入巨大的锻道机内 断锤以每次5000吨的压力 不断对钢坯反复进行断打 每一锤下来仿佛大地都在颤抖 而这顿操作不仅能改变其形状 同时还能减少金属中的内部缺陷 以增加金属的强度与硬度 就这样钢坯犹如面团一样被肆意揉拈 在测量达到了精确规格后 再有一辆配有大型潜似的设备 将其转移到一旁冷却 然后再次加热到1200摄氏度 整个加热过程大概需要4个小时 趁着这个间隙 工人们开始着手安装冲压平台 由于屑扣模具过于沉重 所以环节中需要配合插车才能安装到位 即便如此 这也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工作 光是一个螺母就有22毫米 将其拧紧需要消耗莫大的体力 工人们都要咬着牙竭尽全力才能组装好 而安装好一个模具 往往就过去了三四个小时 当然这个时候钢坯也预热好了 但是此时的钢坯还不能马上热断成型 成型之前 他们先要来到另一台压弯机 在这里机器会施加巨大的重力 先将一个蟹扣的基本形状压制出来 而这步骤也需众人配合默契 因为环节中会产生大量的氧化物 众人要做的就是将其清理掉 过程中伴随着高温与风险 一般人都胜任不了这份工作 很多年轻人奔着高薪前往复任 但往往待不上两天就提桶跑路了 如果肩上没有千斤弹 谁也不想干这份工作 只希望它们都能有个高温补贴吧 等蟹扣的雏形压制好后 另一边的热断成型机早已沿着以带 数以千吨的断膜对其施加巨大的压力 金属瞬间产生塑性变形 并逐渐符合挪具内部的凹槽 这个环节通常会反复进行 直到获得所需的形状 然后喷洒脱膜剂准备脱膜处理 并通过杠杆原理使其松动 再用钳子将其取出 虽然此时的蟹扣具备了初始形状 不过磨断后避免不了留下一些变料 因此还需转移到另一台机器去除 在这个冲压过程中 巨大的刀头对膝冲渣 边缘的废料瞬间脱除 同时垫上两块木料 避免压出时弓箭损伤 蟹扣会掉落到下方 工人在将其取出 而裁剪出来的余料则被收集 等蟹扣自然冷却后 就可以清晰看到上面的压印 标注的是最高150吨承重力 足以吊起一千的三百斤的小媳妇 不过此时的蟹扣还只是半成品 接下来进入的是机加工车间 坚硬的碳钢材料 通常需要金钢石钻头 才能对齐加工 随着钻孔机床的运作 内部的冷却液肆意飞溅 很快一个螺栓连接孔就钻好了 经过机销 蟹扣的表面还会产生许多的毛刺 因此还要磨去不规则的表层 这步骤也只能人工来完成 只一想要将其打磨得更加精细 到这里蟹扣的整体形状就出来了 但还不符合工业的应用需求 下一步需要对它们进行热处理 看似烤全牛的炉子 能让你的牛肉快速焦火 所以这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蟹扣们尽情享受着火焰的沐浴 再迅速制住到油中催火 稳度的骤然变化 使金属的晶体结构得以重新排列 从而提高蟹扣的硬度与耐磨性 然而韧性也会随着降低 因此需要将蟹扣送入回火炉 进行回火处理 这将使其加热到200摄氏度 然后再自然冷却 通过回火可以消除刚才的内应力 使其达到硬中待刃的效果 最后做好的蟹扣 被进入价值10万美刀的新池中 炙热的新衣为其表面附上一层银色光泽 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蟹扣的耐腐蚀性 还能大大的延长其使用寿命 就此一组看似牛魔王鼻黄的蟹扣就制造好了 看完韩国制造佛中的过程才发现 其技术丝毫不弱于国内 虽然没有自动化的流水线 但同样阅含着不可思议的工匠之魂 眼前是一间拥有70年历史的佛中铸造厂 铸造一个巨型佛中 通常需要内膜和卫膜来配合完成 首先师傅使用铁线将钢筋捆扎成一人鱼刀的钢筋笼 这个笼子将为后续胶筑使提供必要的结构制成 接着在笼子外围绕上一片金属挡板 并用大力钳使其固定 师傅在操作铁铲将沙子填充到骨架内部 为内膜提供一个实心的结构 避免钢筋在高温铸造时发生形变 原理跟坐水泥供浇防处相似 但需要不停的夯使才能挤出内部的空气 以达到所需的蔑视性和强度 直到沙子覆盖住整个笼子 师傅再给中央的部位开出一个小孔 以便待会对其进行轰烤 然后将加固的铁线剪断 好让围绕在外侧的挡板自行脱落 然而此时的内膜还不具备佛中的内部形状 因此师傅会拿来一个特制的原规工具 通过一边铲除多余的沙子 一边往缝拉洞上面的原规 让内膜表面的尺寸被精确刮消 这不仅能让佛中的内部原度符合规格 还可以使所产生的声音和共振达到标准 为了增加内膜的强度 他们还会给魔神打入无数的钉子 完成后将工具拆除 并给中央孔洞放入两块铁纜 再操作烤枪点燃一堆煤炭 等他们完全忍手 然后放入到内膜的孔洞中 一堆不够就再加一代 这一段操作是为了使内膜结构得以完全硬化 至此内膜的制造告一段落 另一边正在制造的是佛中外膜 而外膜是由多块硕胶模板踏印所组成 师傅首先将所需的文字黏附到模板上 后续这些文字和图案 就会以秃槽的方式呈现在外膜内侧 然后再踏印到佛中表面 接着就是实现这种神奇工艺的操作过程 贴满周身文字的胶模被套上袋子 外面再套一个圆形金属挡板 并360度确保其直径一致 同样也会给其中倒入沙子 不同的是这里会倒在挡板和文字之间 师傅不断地将杀压实 让文字更好地踏印到沙磨的内壁上 随着一盆盆沙子倒入其中 很快第一层挡板就被塞满了 然后再把第二层挡板接上 为了防止沙子溢出 需要通过螺栓才能将挡板加过 同时为了防止沙子掉到模具内部 胶模的顶部也会盖上盖子 同样的动作 一盆盆不要钱的沙子被倒入其中 直到缝隙被完全填充压实 然后再涂抹一层黑色的防粘粉末 以便拆磨时更加轻松 此外还会在上方放上一个杀心模型 模型内部呈现的是真龙形状 出磨后它将会成为佛中的吊顶 就这样挡板被一层层组装 同时填充沙子和石头进行压实 直到整个龙头被沙子完全覆盖 最后将上面的铁管拆除 留下一个的奇妙口和出息孔 接下来将龙头模具与魔神分离 龙头被翻转放置一旁 而魔神则来到师傅上方 甚至将师傅牢牢套住 但师傅一点都不慌 他将紧绳器的钩子分别连接到两关 然后不断地按压脚盘 通过施加拉力 很快四周的塑胶模板就被轻松拆除 而外模内部则成功踏印上了各种凹槽 当扣掉这些材料 呈现眼前的便是一个个文字与符号 至于其中的禅意少有人懂 现在就可以将外模和内模组合到一起了 由于模具过于沉重 环节中需要吊装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师傅来执行 丝毫的误差都可能导致铸造出来的佛中 内壁厚度不一致 从而影响佛中的音质 随着下模组装到位 吊顶的上模也紧随其后 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并通过螺栓加以固定 随后进入的就是胶筑环节 炙热的洪水甚至倒槽清流而下 瞬间充满整个注目空腔 并浸透到文字凹槽的每一个缝隙 确保诸件内部复杂的结构得以完整成型 在经过漫长的冷却后 师傅拆开挡板 敲碎沙膜 并锯端入了通道 然后吊起巨大的佛中披形 请客之间一个半成品便呈现于眼前 然而此刻的钟并没有完全展露出来 内膜也还嵌在其中 当下要做的就是去除残留的沙子 以及取出嵌在内部的钢筋内膜 师傅找来了一根腰身粗膝的木锤 前后两端分别绑上一条牛绳 然后五人一起控制这个木锤 巨大的冲撞力作用到钟身上 通过振动使松弛的沙子脱落 在一阵阵的撞击振动下 最终内膜也得以完成脱除 当弥漫灰尘的势力清明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栩栩如生的龙顶 再使用压缩空气对中的表面喷射 进一步去除那些顽固的沙子 让整个钟身完全展露出来 之后再用角膜机对表面进行打膜 使凹凸不平的地方变得光滑平整 同时呈现出铜合金原有的金色光格 再给精修好的佛钟 附上复古图层 最后做好的佛钟就可以进行交付了 他们通常会挂在佛寺的中央位置 以便于敲钟的时候更加轻松 显然画面里的佛钟全是中文 据说是国内富豪在此定制的 其终生幽远 沉稳幽长 山上一根沉浮了很久的烂木头 在大爷的眼中显得格外珍贵 他迫不及待聚开一截 打灯一看 里面竟可以透出光芒 他更坚信木头不是一般的木头 王大爷不顾七子的反对 把木头带回家中 隔壁的相好更是说他不务正业 整天上山捡这些无用的烂木头 但谁也没曾想到 这些毫不起眼的烂木头 在经过一番加工后 将变成大爷闲鱼翻身 发家致富的好门路 而我决定将这一门路告知各位 大爷先给切好的枯树钻出小口 不料里面突然喷涌出一种透明液体 闻起来还带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为了一探究竟 大爷决定将木头的外层消去 没曾想内部竟然没有一丝裂痕 这部树枝却具有天然的抗腐蚀特性 任何的针菌和昆虫都没法对其造成侵害 因此这使得松果能够保持很长时间不腐不烂 接着大爷将一根涂有胶水的铜管塞入小口内 待其干到后 再转移到机床上加工 通过铁环将两根木料隔开 它们将会被加工成圆珠笔的笔杆部分 在机器的协助下 木料的外层逐渐被削除 露出高密度的弹纵色木料 为了使表面更加光滑 大爷还会使用砂纸堆其打光 同时更换砂布进行抛光 整个过程非常考验大爷的耐心 直到木料的表面变得光滑平整 然后他将木料取下 准备开始圆珠笔的组装工具 首先将笔线置入到前端的凹槽 并在工具的辅助下进行施压 使笔线紧固到木料上 接着在另一根木料上安装笔帽 同样使用工具将其紧固 随后再给前端置入空心铁杆 通过画面可以看出铁杆可以起到连接的作用 而木料则主要用作装饰 其余的部位也逐渐组装到位 这里包括一个铁环和作为书写的笔心 看大爷这娴熟玛丽的操作 他说年入百万日元我身心不疑 而他的前身竟是一块烂木头 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 笔的表层将会被盘出问润如玉般的光泽 话说你觉得他和塑胶做的普通圆珠笔有什么区别呢 究竟是智商税还是乌有所值 80%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是啥玩意 看了他的内部结构和制造过程 神奇的会出乎你的意料 一般采用硬度较高的工具杠作为原材料 首先需要将其放进机器压闸 使之形成规格统一的板块 这会将成为整个木工爆的主要部件 工人把板块整齐的码放到一起 再拧紧固定 接着启动机器 只见一阵霹雳啪啦带火花 在魔轮的作用下 每块从下方经过的板块都恍如焕发了第二春 表面的各种凹凸与铁屑均被魔削去除 为了调整金属的性能 使其更适合爆刀的应用 工人还会将板块置入高温的盐浴炉内 使之在特定的时间内均匀加热 再放到冷却介质中降温 改变金属的晶体结构和性能 不过此种热处理方式虽好 但会让冷却后的金属表面出现研磨 因此还需将它们置入到酸性溶液中浸泡 以驱除研磨和其他的表面污染物 使板块变得平整一致 虽然现在看起来已经很完美 但仍可能存在一些微小差异和氧化物 因此还需操作机器进一步加工 通过内部打磨以满足最终要求 为了便于识别 公认使用机器对齐冲压 标记上产品的相关信息 之后再对边框进行抛光 使整片工件散发出金属的镍色光泽 接下来是爆刀的开封工具 通过机器磨轮的作用下 爆刀边缘一端逐渐尖锐 然后再由人工对齐手工研磨 一把好刀够不够锋利关键在于此 因为手工研磨不仅是为了去除锐角和毛边 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它的锋利程度 接着给做好的爆刀 附上一层透明油漆 这种液体通常是一种防锈剂或防腐蚀剂 然后再放入烤箱加热 在高温下保持一段时间 确保液体充分渗透并形成一层保护膜 以满足爆刀在存储和使用期间 达到防腐蚀要求 最后是爆身的制造 首先它们使用机器开槽 再精确的膜消除爆刀的卡位 并交给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继续修整 将摸起来所有不舒适的部位切除 然后给爆身安装一根金属销 当爆刀被置入到位时 再对紧固作用的钢片敲击 使彼此之间的缝隙越发紧密 这爆刀就被牢牢紧固到了爆身上 最终形成完整的木工爆刀 现在无论是面对任何凹凸不平的木板 它都能帮你通通摆平 尽管电动打磨技术已经非常普及 但许多老师傅仍对这种简单的工具爱不惜手 眼前这个实心的铝合金 是制造军用手电筒的主要材料 由于军用设备要求高度精确 通常需要在机床上对铝棒进行精密加工 在竖控机床的精确控制下 旋转刀具逐渐削除铝棒的金属层 然后通过更换钻头将铝棒的内部挖空 以便安装电池和其他电子元件 为了能够拧上灯带 刀具还会在弓箭上车销出位部螺纹 完成后再将其转移到另一机床 对尾部继续加工 过程中刀具与弓箭接触并施加精确的压力 能够在数尾米器位上进行精确控制 以确保手电筒的外壳符合设计要求 即使涉及复杂的十字图案 这台机床也能在短时间内高效完成加工任务 同时还能保持图案的高质量和仪式性 接着工人会使用钻床在末端钻出一个小口 用于连接尸首绳和万代等附件 通常情况下外壳会经过阳极氧化处理 这不仅可以改变其颜色 还能增强金属的耐腐蚀性 发光二极管是手电筒的核心光源 它取代了传统的白制灯 在相同的功率下 LED通常能产生更高的流明 同时也更加节能 工人将它们逐个安装在电路板上 并进行焊接固定 随后压力机会将一根铜片重压 并使用超声波焊接将其固定到圆形板上 再通过一根铜线与灯芯组件相接 它将会连接电池的正极 看对排灯芯亮度究竟能有多高呢 工人首先把作为副极的弹簧塞入末端 并逐一放入三节电池和灯芯组件 最后拧上盖子 现在一直二十年前的军用手电筒 就组装完成了 尽管内部零部件相对简单 但简单的内置和后世的质地 却使其更为耐造 无论在军事任务还是户外探险中 它都是一款可靠的工具 那么你觉得这样一只手电实用性怎么样呢 为何一个水龙头动辄几百甚至上千元 这背后离不开眼前的这些原材料 看似昂昂贵的金元宝 其实是一块块铜镇 由于纯铜相对较软 容易变形和磨损 所以首先需要把铜镇放入熔屋中融化 再加入其他金属元素进行混合 制备出耐用性能更高的合金铜液 旁边的工人正快速地预设着模具 为接下来的胶筑做好准备 根据水龙头的设计要求 工匠把对应的杀芯安装到模具内 杀芯与模具之间留有适当的间隙 能够让胶筑时金属形成杀芯的中空结构 一旦新模安装完毕 工匠就会打出一次量的铜水 抱进模具的胶筑口 液态铜瞬间填充了杀芯的空枪 逐渐冷却后便取得了水龙头的整体形状 不过此时的杀芯还留在粗皮内部 所以接着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离 工人首先给每个矿子放入两个石芯铜柱 再将铁矿移动到机器的下个口 然后合上盖子 在这里粗皮和铜柱一起转动 经过一阵霹里啪啦的碰撞和敲击 任何残留的沙漠碎屑 都会掉落到机器的下方 工人负责将它们收集以备下次使用 除来后的粗皮目测干净不少 但仍有一些粗糙 因此接下来需要给每个弓箭进行精细加工 首先来到的是一台 拥有六个刀具的切削机床 前面的三个刀具 同时削去三个部位的外层金属 内侧的刀具则负责切削出水龙头的外部螺纹 这些机床通过高度精确的控制系统 可确保螺纹的规格符合要求 使水龙头能够精确的连接其他部件 前面的都还是它的机加控车间 现在进入的才是水龙头的打磨和抛光环节 是否通过控制弓箭在膜轮上的转动和施压 使水龙头的表面逐渐变得光滑平整 虽然此时的水龙头看起来已经很完美 但制造进度也才完成了二分之一 为了增加它的硬度和耐腐蚀性 工厂还需通过电解作用 将镍离子还原成金属镍 并将其镀在水龙头的表面 以及通过同样的方法镀上一层的 其实刚开始的铜色是最好看的 不过为了更为耐用 才选择做的电动 这比有些厂家说的纯铜 却不知是生解度的一层铜水好多了 随后进入的是组装工具 工人首先制入的是两个水龙头的阀心 它是控制水流的重要组件 掌握着水流和开关的调节 同时按状阀心该对其紧锁 这通常需要风泡装置的配合才能更加高效 如此才能确保拥有良好的防漏水效果 紧接着安装的是控制水流的开关总成 为了让其牢固 打入的是一根五公分长的螺丝 并押入盖帽作为防护 再拧上连接喷嘴的出水口 最后经过检测确保其能够正常运作后 现在整个水龙头就制造好了 虽然零件只有那么几个 但简单的内置却让它更为实用 那么你觉得这样一个水龙头 多少预算比较合适呢 这么大的电机转子你有见过吗 如果放在过去几十年前 制造如此巨大的电机是属于机密的 不仅需要克服多个领域技术 而在经济和资源方面的缺乏 更是导致很多国家直接被卡国的 因为这种电机主要应用于 轮船或核电阵等特种设备中 此时画面中所见是制作它的原材料 一种具有低磁质和低铁损的硅钢片 再结合其优异的高导磁率等特性 是提高电机能效与性能的最佳选材 根据设计规格和尺寸 工厂会将硅钢片冲压成适当的规格 并通过自动化设备裁切出所需的形状 然后将其叠放到一旁 作为定子的框架 而另一边正在加工的是电机的转子 相对比 它的形状比定子更为复杂 只因其主体需要的后续加工也是最多的 所以机器会一直忙碌着 给片材开出一系列的凹槽 用于穿插导条和线权绕组等工具 而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料也不会浪费 它们会被收集到一起 最后卖给钢铁厂用于制造工资钢 镜头回到转子的制造环节 工人首先将隔离条安装到焊机工作台 再以特定的间距把它焊接在硅钢片上 每条的位置都需要确保一致 因为这是降低涡流损耗提高电机效率和能效的关键环节 接着是转子的组装工具 通过带有凹凸卡槽的轴心 每片硅钢都能精准地堆叠到一起 不过还是需要耗费一个多小时才能完全组装好 你可能会好奇一片片堆叠非老师了 为何不做成失心的呢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降低涡流损耗 让每一片涡流产生的热量 能够被临近的片层吸收和分散 从而减少发热 减低损耗 现在就是堆叠好的模样 工厂操作设备将其转移到一旁的旋转工作台 这里会给转子插入规格统一的铜条 这些铜条不仅提供了电流 在转子核心中流动的导电路径 还有助于降低电机的振动和噪音水平 使电机的运行更加平稳和静音 全部铜条都安插完成后 工人还需利用尺子对齐进行测量 每一根铜条都要保持一致的长度 这样电流才能均匀分布 不会导致磁场不均匀而引起机械震动 随后操作锤子进行敲击 使铜条与主体之间完全贴合 再通过焊接使其形成一体 这样转子的动平衡性将会更为稳定 最后是定子的制造过程 工人如法炮制对齐进行堆叠 相对于前者 定子组装起来更为轻松 不过为了增强它的结构稳定和耐用性 工人还会给堆叠好的定子安装一个金属架 并通过焊接使两者固定到一起 这样也能减少定子在运行过程中的震动与变形 从而提高电机的使用寿命 那么视频到这里 大型电机的转子和定子制造就初步完成了 至于后续的铜线绕组等工具 如果找到合适的素材 会第一时间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睡过水床的都知道 这床不仅会跳舞 而且还不会这样想 即使躺上两个280斤的壮汗 两人斗地主也毫无压力 不过被的避免水床突然被炸破掉进去淹死 工人会采用聚率乙烯作为水床的原材料 这种塑料不仅具有优良的弹性和耐抹性 还能有效地保持水的密封 方便消费者在床上随便折腾 制造的第一道工具 就是将其切割成所需的尺寸 再放到热压模具上进行压制 使塑料软化并紧贴到凹槽 形成拥有独特触感的图案 为了让水床能够轻松注入水流 工人会在塑料的顶部 开出一个圆形小孔 再将小孔对准注水装置进行安装 通过热压注水口便能固定到水床上 接着工人将边缘的部位对折 如法炮制热压会使塑料软化并融合在一起 形成密封的水囊 不过现在还不能完全密封 为了让睡觉或者兜体主食尽可能的静烟 工厂需要给水囊的内部 塞入一些舒适的纤维棉 这样在上面打涂合时 它就可以帮助分散内部水的承受压力 从而提供更均匀的支撑 日后使用中也能找到着力点 不至于第一次睡水床使不上劲 闹了笑话 在塞入了纤维棉后 再将剩余的两端继续热压 现在一个水囊就完全被密封好了 为了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减少水囊的体积 工人会将抽气管连接到水床的注水口 这个设备可以通过负压原理 抽出里面所有的空气 使其能够折叠起来便于包装 现在只需将做好的水囊瓶铺到床架上 然后往里面注入水流 至此一上睡起来对腰很不友好 对膝盖很友好的水床就制造完成了 那么你有体验过这样的水床吗 死过的朋友都知道 一个好的棺材外观可以不好看 但一定要密封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尸体 为了防止棺材盖突然从里面被掀开 工人会使用大量的胶水 涂抹在木板的边缘 再按照损槽结构进行咬合 接着拧动螺母对膝施压 让桃木板在重压状态下保持30分钟 直到胶水完全背景化 现在一个棺材盖就制造好了 不过此时的盖子还盖不住棺材 因此工厂需要将其修整成正确的规格 首先把棺材的两棺按照微型割除 再粘上一块相应的三角木板 然后在家具的辅助下 给接合处打上钉了 同时中间的位置也要开出一道凹槽 并嵌入一条木块将彼此加固 以防止湿变时棺材盖遭到破坏 把做好的盖子送进一台自动化的打磨机 在这里对表面进行粗膜和筋膜 使粗糙的板面变得光滑细腻 随后再把提前加工好的木晃与盖子相接 木晃的作用是为了盖棺时更加严密 同时也能起到装饰的作用 另一名工人负责操作台具 沿着固定的木框分割 使棺材一分为二 这是当地习俗的特殊风格 当进行葬礼仪式时 紧展示一体的上半部分 便与家属们的祈祷和告别 接下来工人如法炮制 将棺材的下半部分也一一组合出来 拼接的过程中 胶水放得越多就越牢固 甲醇超标也是被允许的 毕竟活人也用不到它 等所有部件都加工好后 接着开始两大部件的组装工具 工人利用四个小链 将棺材与盖子进行连接 这样一个能够翻盖的棺材 就制造好了 为了增加它的耐久性和防潮性能 还需给棺材的表面进行喷涂 这道工具一般都是采用珠层上漆 每完成一道都要等干到后才能进行 最后喷上清漆赋予棺材光滑的外表 根据个人爱好 工厂还会给棺材安装把售作为装饰 这道工具看起来很激注 其实真没用 现在的棺材睡起来不仅容易腰疼 还非常容易做温望 因此工人还要设置一个 能够自由生降的软床 填充的东西通常使用一些纤维植物 然后再包裹一些柔软的绒布 作为床垫 这样不仅睡起来香 不舒适还能随时起来调节 自此一个欧美版的棺材 就制造完成了 那么你觉得这样的棺材 住起来怎么样呢